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Jelly 今天我会用霸黄花和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适合 秋冬季节干醋天气饮的汤水 这款汤水对肺醋引起的干咳 或者肺热引起的痰咳 都有非常好的食料作用 我用的是干品的霸黄花 因为霸黄花的结构比较复杂 在曬干的过程中, 可能会黏沙石层在霸黄花里面 我会把霸黄花浸了半个小时, 然后再清洗 这样就比较容易洗得干净 霸黄花的定位, 都比较难熬得腍 即使熬出来, 都不太好吃 我会把它剪掉 然后我会把它撕成小小袋 和把它剪短 若果你都像我这样喜欢吃汤渣的话 剪短了的霸黄花, 到吃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了 那处理好了的霸黄花, 我就把它放在汤煲上 而霸黄花最好的拍档当然就是雪梨 它都是清心润肺, 除淡止咳 它们两个在一起, 它的功效就可以相辅相成 在秋冬季节, 我都建议大家多些煲这款汤水来喝 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怕干燥的天气 把雪梨去心之后, 都放在汤煲上 另外我还准备了一条切开的粟米 它含有非常之丰富的叶黄素和粟米黄素 它可以帮我们的眼睛对抗蓝光 好像我们这些经常对着电子产品 建议大家多吃点粟米, 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 现在将粟米放在汤煲上 仰芯安神的莲子 今天煲汤, 我会用新鲜的莲子来煲汤 因为它有粘芯, 而粘芯有清芯火, 降肺火的功效 我这里会放大约200克左右 补气, 补血, 有安神的红组, 我会用到6粒 红组的核是醋的, 我会用去核的红组 40克左右的红豆, 它可以促进新陳代謝 维持我们的心脏健康 即是说可以帮我们减低中风的几率 80克左右的腰果 它不单止可以令到我们的骨隔健康 而且可以帮我们降低胆固醇, 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以上介绍的材料, 我通常都会把它清洗三四次 因为它们在细在过程中, 很可能会沾上很多的沙石层 甚至乎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虫卵 所以我会尽量将它们洗干净, 洗三四次 为了避免食材的蛋白质, 钙质, 和各种营养元素的流失 所以以上的食材在煲汤之前,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预先浸它 只要将我们切仔清洗干净, 就可以拿来煲汤的了 因为汤下了粘心, 所以我这里会切多几片姜放进去 这样汤煲出来就不会寒了 接着加入3L至3.5L左右的水, 就可以拿去煲的了 我会开着大火, 然后将汤煲滚了, 大概需时15分钟左右 如果你对我的食谱有任何疑问的话, 请你们在留言区写下你们的问题 我是非常乐意和你们一起讨论的 15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会关上小火 然后继续用小火, 煲汤90分钟 这么快, 90分钟已经过去了 哇, 好香啊! 汤真的很香, 闻到已经很想喝了 我不客气了 我是没有放任何调味料的, 汤喝下去是非常清甜 很香, 很清香 你们是不是都很想喝呢? 不如今晚就试下煲这个汤水啦 如果你们都喜欢我的食谱, 请你给like和留言告诉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按旁边的小铃铛 多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食谱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